男子对着高龄96岁的老母亲 大声咆哮 过程中甚至抓着母亲头部 朝着床部猛压长达8秒钟 直到老母亲实在受不了 死命扶着一旁桌角 费力的才将儿子推开来 要钱不成 竟然对着老母亲动粗 每隔一天男子再次动手 他即被黄汤下渡后 见了母亲站在客厅角落 不仅大力拉扯母亲头发 甚至推扯他年迈身躯 虽然101年及102年 已经申请过家暴令 但老母亲护此心泄 失踪隐忍家暴行为 申请的家暴令 还是怕他在外面会挨饿受动 所以说还是让他回了家 我们会再度通报 是不是要再申请保护令 他认为说 其实申请保护令比起来的话 他希望能够给他儿子 更多的协助 根据了解这名五十几岁的男子 平常收入不稳定 没钱就伸手当啃老族 拿不到钱就动粗 但这一幕幕的残忍对待 任谁看了都于心不忍 记者观众叫马日文 新辈志报道